措施救人先机造成两名日籍女学生一死一命为 在台北市光复北路上的一处名宅 星期四晚间有一名救毒正大的日籍女学生 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紧急送医 事隔一天的女学生的妈妈从日本赶到租屋处 和管理员聊天才知道女儿原来有室友 才赶紧打开其他的房间 结果相隔28小时 另外一名日籍女学生被发现的时候早就死亡多时 见识人员在公寓大厦静静出出 因为这里传出命案 疑似一氧化成中毒 夺走一名日籍女大生的宝贵姓名 不过其实早在5号傍晚的时候 屋子内另一房间的台日混血女大学生山田真生 因为妈妈一直联系不到人 一请人在台湾的舅舅赶往山田的住处查看 发现她倒在浴室陷入昏迷 紧急将她送往医院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抢救 得知女儿中毒消息 山田母亲隔天火速回到台湾 深夜回到女儿住处整理东西时 才发现屋内还有一名室友 那个小野爱这两天怎么都没看到 她说 她就赶快冲乱去 3月5号傍晚山田的旧酒进屋内查看 当时热水器正在运作 之女则是倒在浴室 水龙头的水还哗啦啦的流 紧急将她送往医院 殊不知在另一个房间 还有一名室友还困在里面 等到小野爱被发现时 已经是3月6号的深夜11点多 全身已经僵硬 沉湿在床边 相隔几步路的距离 救援却晚了28个小时 到底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啊 你的心情不好是什么的 没有啦 我的感情不好 死者小野爱和山田真生 两人是同校好友 目前警方除了要厘清真正死因 也要调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两人同时发生意外 但救援却没有同步 让小野没能及时送医 解放长一徐曼家 台北报道 下降了下词 摇操 请不吝点赞 吧 谢谢大家